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這是我們上禮拜最後講的這部分 就是關於我們在講到 你這個微觀的觀點 或是有所謂的統計觀點 去解釋這個第三定律的時候 我們再講到這個第三定律 告訴你說 這個晶體它是具有完美的結晶性質 假如它這個材料所處的溫度是0K 我們告訴你它的絕對entropy等於0 你以這個微觀 就是這個統計熱力學的角度去看這樣一個狀況的時候 解釋的方法是在於 因為這個晶體的晶體結構是完美的 代表它的原子所排的位置都會出現在 它應該出現的這個位置上面 那因為你所處的溫度是0K 所以原子它不會具有這個熱能 而會有這個所謂的震動 或是它會跑不見 或是跑到別的地方的這個機率 或是可能 所以對這個原子的排列在材料內部來講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它的排列方式就只有一種 所以它並沒有任何的這個 所謂的混亂的程度的這樣的事情來產生 所以它的這個理論上它的entropy應該是 就是它就不會有這個任何這個renderness的狀況 所以它的entropy應該是0的一個情況 好那我們考慮這個對第三定律所描述的 這樣一件事情的這個狀況之外 我們考慮另外一個情況是 假如我現在一樣 我就這個去看這樣的一個 材料的這個內部原子的排列 那假如它是具有所謂的一些 這個imperfection 就是它的一些不完美的這樣的狀況存在 那什麼叫不完美 我們上次最後講到 事實上對這個材料的這個內部的組成來講 它的這個所謂的imperfection 分成兩部分 第一個是針對這個材料晶體結構 就是它會有一些這個crystal的difference 就是這個晶體上的缺陷 那包括vacancy 或是這個interstitial 或是所謂的dislocation 就是點缺陷或是面缺陷 或是整個這個線的缺陷 那這個屬於這個材料的晶體內部的一個缺陷的一個種類 那除了這個之外 這個不完美對晶體的這個 這個材料來講 另外一種不完美是指的是組成上面的不完美 譬如說它可能具有同位素的這樣的狀況存在 或者是說它的這個 譬如說對化合物來講 它並不是譬如說 對這個A跟B的化合物 它並不是一個1比1的這樣的一個 當量的一個比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都會造成這個材料 然後它大概在這個內部原子的arrangement 就是所謂原子的組成或是排列 它會產生這個random 這樣的一個狀況 好那像黑板所畫這個圖 就跟這個上 我們再講到這個第一部分 第一定律的這個圖做一個比較 那我們在前面所畫那個圖 指的是有個完美的晶體的排列 所以對這個AB的化合物來講 它就是一個A的原子 接一個B的原子 那A跟B 它會出現在應該出現的位置上 所以對A跟B的原子來講 它的排列的方式 它就只有一種 好那我假如現在的這個材料內部 它有出現所謂的這些imperfection 那imperfection 指的是什麼 譬如說它除了這個vacancy 就是這個crystal deepfect之外 它還有一些compositional 一些deepfect 就是組成上的deepfect 譬如說它有所謂的同位素 這樣的東西存在 像這個A1 B2還有A2 這都是同位素 這個指的是isotope 好那假如你材料內部原子 有這些imperfection 存在的話 那你當然就可以預期 對這個原子的arrangement 它的這個排列的這個狀況來講 它一定就會顯得比較混亂 那為什麼比較混亂 那因為譬如說對這個vacancy來講 那我所這個 像我們一般所認知的這些缺陷 或這些vacancy 那你可能 你在描述材料的內部vacancy 你可能是以一定的濃度去 就是說你要去定量它 你可能就是說 這個材料在單位體積下 它可能存在有多少量的vacancy 好那像這邊所畫 比如說我畫這個local區域來講 它有兩個空調的位置 那事實上這兩個空調的位置 它可以出現在這兩個地方 或者是說我現在空調的位置 可以出現在這兩個地方 或是這兩個地方 這兩個地方 這兩個地方都可以嘛 那這樣講話就代表說 事實上對這空調的vacancy 位置來講 它出現的地方 反正我只要最後的這個 我所出現的這個空調位置 只有兩個就好 那事實上它的可能性 會有很多種嘛 所以 對於這個原子的這個排列來講 它要達到 像我們所講到的 你具有缺陷的這樣的情況來講 那它的這個原子的排列 這個 組合的這個情況 事實上就會多出很多種 它就不再 只是像我們之前在講到的 這個第三定律所講的 你就是一個A接一個B 再接一個A再接一個B 那它只有一種排列的方式 那在這邊來講 它就會偏離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它既然 它的這個排列 是混亂的 所以 我們在 熱力學 的一個思考的一個角度 就會認為 它既然有randomness存在的話 那當然它就會有entropy 的這個東西 它當然就會有乱度的這個東西 就是entropy這個東西 好 那 所以這個randomness 它當然指的是 你在 這個 放這個原子 或這個 原子所放置 或這個原子所排列 的事情上 它會存在一些 很多的可能性 那這些可能性 對於 這個原子內部排列來講 它都是一個random的一個情況 就是它要嘛 可以出現在這個位置 那要嘛 可以出現在別的位置 就是說它有很多的可能性 都可以造成這樣的一個結果 好 那這些的可能性 我們剛剛一直在強調說 這個 譬如黃色 在空調位置 它可以出現在這裡 或是這裡 或是這裡 那這些可能性 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 微觀的狀態 就因為這些東西 都是我們看不見的 那我們所看得見的 就是 或是說 我們所 能明確的量測到 就是 譬如說 我的單位體積裡面 那有多少缺陷的量 這是我知道了 那至於這些缺陷 就像這個vacancy 那它出現在 原子內部的結構 這個原子的排列 的哪一個位置 這是我所不知道的 那既然我不知道 它出現在哪位置 就代表它出現的位置 是有很多可能性嘛 那這些的可能性啊 就是我們所講的 entropy這件事情 所以這邊的 這些可能性 那指的就是 entropy 那指的就是 這個微觀狀態 就是這個microstate 那這些微觀狀態 會有很多種 那這些微觀狀態 它都會存在 在這樣的一個狀況裡面 那就代表 我們在 用統計熱力學的 這個概念來看的話 那 在一個特定的 機關狀態下 所可能 這個組成的 或是所可能 存在的微觀狀態 的這個數目 就是所謂這個 Omega 就是這個 Sermodynamic 的Probability 就是熱力學禍然率 那它既然 指的是在 這個特定的 這個聚觀狀態下 那這個特定的聚觀狀態下 在這邊指的當然就是 你就可以把它當成說 一個材料 那它的缺陷的濃度 有多少 那這就是一個 這個聚觀狀態 就是我們所知道的 好那它 這件事情的背後 所可能存在的 這些 微觀狀態 那什麼是微觀狀態 那指的就是你眼睛看不到了 就是分子層級的東西 那當然在這邊指的就是 你的這個 譬如說缺陷出現在哪個位置 或是這個同位數 它出現在哪個位置 那這些的 這些排列組合 它有非常多種 那就會造成 這個Omega的值 它會帶來1的這個情況 那Omega的值帶來1 只要它不等於0的話 它帶來1 你把它帶到這個 Boltzmann的這個 假設裡面 你就會看到 這Entropy應該帶來0 所以你不管是從 這個統計熱力學的 這個 一些公式去看 或是說你從這個 我們思考這個邏輯去 去推敲這樣的一個狀況 你都會得到 在這情況下 它應該 對原子排列來講 它會產生Randomness 所以這個材料內部 應該就會具有 一定的這個Entropy來存在 好那 我們接下來就看一個例子 就是你怎麼樣用這個定量的方法 那去計算 那去計算 就是以這個Boltzmann的 這個假設 那去計算這個 所謂的這個 Entropy的一個值 好那這邊所舉的這個例子是 譬如對千的這個元素 或是這個材料來講 那千 大家所熟知的千當然指的是 它的原子量是208 這麼多的這個千 那事實上對千來講 它會存在的 這個三種同位數 那一個是原子量20 204吧 對 一個是原子量204 還有206 還有207 它會有這三種同位數存在 好那我現在 假如告訴你 我有一塊這個千的快材 那就是說一末爾的這個千的這個快材 那我告訴你說 這個快材的內部啊 那我經由一些這個 植譜儀 就是去一些儀器去偵測這個 材料內部它的一些千的這些同位數的分佈的情況 那我得到的這個訊息是 那我發覺到說 千208 就因子量208的千 它有佔百分之五十二點三 那207 206 204 它各佔這麼多 那我要請問你 那我把這樣的快材 我假如把它放在0K的溫度下 那請教你 它的Entropy應該是多少 那既然你把這樣的一個材料放在0K的這個情況下 就代表 它的Entropy 就只會來自於 這個 因為同位數的這件事情 所造成的這個混亂的這個原子的排列 這樣的一個狀況 它就不會有說 因為一些這個熱能 所以造成這個原子脫離原來位置而產生這個 Vacancy 或者這個所謂Interstitial 所以你就不用去考慮那個情況 所以這邊這個0K 是為了要告訴你說 你只要考慮這個同位數的這個狀況 那所造成的這個原子排列 有這可能性增加 那所帶來的這個Entropy 好 那 因為這同位數 我們在 然後這個是課本的 這個 你們上冊的課本的 事實上你們這個課本 就上一期 所用的那本課本的第10章 也是講 這個 統計樂意學的部分 那 下冊的第2章 也是統計樂意學的部分 所以大家可以互相參照看 那兩章講的內容 事實上是完全一樣的 那這是這個 那這是這個 上冊部分的這個 十之一的這個 旗體 那因為這邊 對這個鉛來講 它既然 具有這個Istop 就是這個所謂同位素 那這同位素 也是材料 這個晶體 的一種imperfection 那既然它是一個 有imperfection 這樣的情況存在 那縱使這材料 所處的溫度是0K 那它還是會具有entropy 你要記得 第三定律所告訴我們的 這個entropy 等於0 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是溫度等於0K 第二個是這個 它必須具有完美的 這perfect的 這個crystal structure 那既然這邊指的是 imperfection 就是它有 具有Istop 這個等同位素 所以它會造成這個 原子排列的狀況 會有超過一種以上 所以它就會有 這個entropy這件事情 相應而生 好那我就 來看啊 那究竟 這部分 的這個問題 那我怎麼用 這個統計熱力學 的方法 去理解它 那我這邊簡單的 就把 我既然知道 這個 對鉛來講 它 實際上它總共有這四種 四種主態 就是這四個 204、206、207、208 它總共有這四種主態 那這四種就是 它的這個所謂 包含它自己本身來講 它這四個 不一樣原子量的一個組成 那我把這四種主態 所對應的這個狀態 我把它叫ABCD 這四種 所以我現在的問題就會 回到說 對於這四種狀況來講 對於這四種狀況來講 那究竟 它所對應的這個 Omega的值 就是這個 樂力學的霍然率 這個pability值 它應該是多少 所以現在的問題 那你事長 你就把它理解成是 一樣 對於這個鉛來講 我現在告訴你 有1mol的鉛 那它 所具有的這四個情況 就是它的這個 原子量的分佈 有這四種情況 它包含有1.5%的 百分比的A 還有這麼多B跟C跟D 好 那所以 這1mol的鉛 那具有這四個 部分的這個狀況 這就是我們所 所理解的 這個叫做 這個 macro-state 或是macro-scope 的這個狀況 就是聚觀 我們所看到的一個情況 那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從一些儀器 量到這樣的一個訊息 好 那在這樣一個聚觀的狀態下 那究竟 有多少的 這個 圍觀的可能性 是可能存在的 好 所以現在問題就回到這個樣子 我既然想要知道 Omega是多少 那當然Omega 指的就是下面這件事情 就是我對應這樣的一個 聚觀的狀態 那是什麼聚觀狀態 就是你有1mol的鉛 那裡面包含有 1.5 還有23.6 22.6 跟52.3 這麼多的 這四種不一樣的 原子量這個鉛的元素 那究竟 會有多少種 這一個 microscopic arrangement 就是所謂的 圍觀的狀態 會存在在這樣的一個 聚觀狀態下 好 現在問題就回到 這樣的一個思考的 這個角度上 所以第一個要做的當然就是把 這個Omega的值是多少 把它寫出來 那我們就回到這個Omega原子的定義嘛 它是來自於這個 分子是一個 這個原子的 總原子的數目 或是總粒子的數目 所以是 我把N 當作這個雅弗焦絕數 那因為我這邊 這個鉛是一個mol 所以這個N 就當作雅弗焦絕數 就知道這個鉛原子的總數目 它是 這個6乘以10 23次棒這麼多的原子 好,那我這些原子的總類啊 事實上是分成四種 因為我有四個 這個 四種不一樣的鉛嘛 就是206 204 207 208 就是ABCD 這四種 那我既然 有四種不一樣的這個 這個鉛的原子種類 所以我這分母的地方 這個階層 就是NA階層 二冰階層 NC階層 跟ND階層 這是這個Omega 這個原子的定義 是長這個樣子 好 那 所以我事實上就是把這些 都把它帶進去 你應該就可以得到 Omega的值是多少 那這個我等一下再帶好了 那我假如Omega的值算出來之後 那我就是從這個Boseman 我從這個Boseman假設 那我可以知道 這個Entropy跟Omega之間的關係 是長成這個樣子 這個S等於kNL Omega 所以對S來講 對Entropy來講 那就是kNL Omega Omega把它寫下來 這個Omega的值 寫下來是長成這個樣子 好 那這個東西 當然你可以很容易的把它展開 把它稍微寫快一點 這個東西把它展開之後變成這個樣子 那一樣的你這邊也會利用到這個Sterling的Formula 好 你用到這個Sterling的Formula 把它帶進去之後 那你對這個Entropy的一個 這個四值啊 可以進一步的化解 可以進一步的化解 好 那你把它進一步的化解 你會得到這個Entropy 它最後最後是長成這個樣子 一個情況 好 那最後 你整理 我把它整理成這樣的狀況 那你就把 這ABCD這四個 同位數 那所佔的量 你把它帶進去 那最後你就可以 寫出這個Entropy的值是多少了 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講的是這個 像我們之前講到的這個Omega 那指的是這個 所謂的Sermal Dynamic 這個Probability 它指的是熱力學霍藍綠 那這個跟你們在高中裡面所學到的這個排列組合 或是這個裡面所講的這個機率 就是這個Probability 那跟這個機率之間 它會有一些關係存在 好 那這個關係我們等一下會講 那我們先 在講之前我們先 再定義一次 就是說對這個Omega 就是這個Sermal Dynamic 這個Probability 跟這個 我們一般所認知的這個Probability 就是數學上的這個機率 那它的這個定義是 在這個統計熱力學裡面 它長的是什麼樣子 好 那對這個Omega來講 這個 已經講過很多次嘛 它指的是這個 你在一個特定的聚觀狀態裡面 那你所能存在的這個 微觀狀態的這個總數目 所以它是這個 這個這邊來講 它是針對一個 specific的這個 micro configuration 那它所存在的這個 micro state的這個數目 好 那比對這個Omega來講 這個Pi 那這指的是Probability 那這個Pi的這個 下背要I 下背要I它指的就是 對一個 特 這個 這個下背要I 那指的是這個 微觀狀態I的這個I 所以對Pi來講 那它這個比較白話的講法就是 一樣的是在這個特定的狀態下 那所存在的這些微觀狀態 那這些微觀狀態理論上都不一樣嘛 那裡面的某一個微觀狀態I 那所出現這個機率 我們就把它叫做Pi 所以你可能這個 我等一下會舉一些例子來說明 那在這邊你就先理解成 我們一樣我們有一個這個 譬如一個聚觀狀態是我們所觀察到的 那在這個狀態背後 我們所看不到的應該會存在的一些可能性 那這些可能性就是由一些微觀狀態所組成的 那裡面的某個微觀狀態I 那它所出現的機率就是我們所講的Pi 這個東西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要看一下 這邊的這個 這邊所講的Pi 跟原本我們所介紹的這個Omega 那它之間的關係是長什麼樣子 好那我這邊會舉一個例子來說明 這邊的這個情況 那這個例子這個 你應該都很熟悉 這是你以前高中所學過的 譬如說我現在有兩個白球兩個黑球 那我要把它排成一條線 那請教你有幾種排列的一個方式 那這應該很簡單嘛 就是七一四取二嘛 你有二黑二排總共四個球 那你要排成一條線 那這個排列方式就是七四取二嘛 所以你從這個高中的這個數學裡面 那你會得到它是四階層 除以二階層 二階層 所以它的這個答案應該是六 就六種排列方式嘛 好那是哪六種 那你假如這個 假如這個機率你有點旺的話 那你就這個稍微畫一下 這圖法鏈剛畫一下 這六種方式很容易就畫得出來 總共這六種排列的方式 只有你有兩個黑球兩個白球 那你要排成一條線的話 好那我假如把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我把它當作是這個熱力學的問題 好那是什麼問題 那我譬如我現在想要把兩個黑球兩個白球排成一條線嘛 那我可不可以就把這個所謂的聚觀狀態 或是我所觀察到的狀態 我就把它當作是這四個球 那排成一條線的這樣一個條件 那我把它理解成說 在這四個球就是二黑二白 那排成一條線的這個情況下 那究竟它所可以存在的這個圍觀的狀態 那這個圍觀的狀態 那這邊當然就指的是這個排列的這個組合的數目 它有幾種 所以我假如利用這個 Omega 就是這個Simal Dynamic Probability 來看這樣的問題的話 因為它指的應該是同一件事情嘛 這個Simal Dynamic Probability 你再看一下 它指的是這個 你針對一個特定的聚觀的組成 那所可能存在的這個圍觀狀態的一個數目嘛 那在這邊來講 你就是把這個聚觀的這個狀態 或是聚觀組成 當作是四顆球排成一條線 那四顆球是二黑二白嘛 好 那在四顆球排成一條線的這件事情的背後 它有幾種可能性 那這可能性當然就是這邊所講的這個 它有幾種排列的一個方法 所以從Omega來看 那你有四顆球 你就是這個 分子的地方是四階層嘛 那因為你是二黑二排嘛 兩個黑球兩個白球 那就代表這四顆球是有 兩個球是在黑的 兩個球是在白色的 所以你有二階層 二階層在分母的地方 那一樣呢 你會得到這個 只是等於6 那這是跟 你以前在理解這個聚率的這個概念 所得到的結果應該是一樣的吧 你應該都得到6這麼多 那所以這邊的Omega 那這個我再稍微把它寫一下 它指的就是在四顆球 那就是兩黑兩白 那你把它排成一線 的這個條件或是這個情況下 那這個Omega 就是指的是這個 你把兩黑兩白 就是總共四顆球 排成一條線的這個情況下 那所存在的排列組合數目 所以這個 兩黑兩白 排成一條線 這個條件或這個情況 那這就是我們所講的 這個聚觀的組成 或是這個聚觀狀態 你這邊可以把它理解成這個樣子 那它所存在的這個球排列的數目 那就是我們所認知的 這叫做微觀的這個狀態 所以這個 事實上講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那只是我們用不太一樣的這個 角度去思考這樣的一個問題 好,所以我假如用這個Omega 這件事情 那去看這樣的球的一個排列 那會得到這樣的一個結論 那它指的是這個 不管你是用機率的這個概念去看 用這個排列組合的這個概念去看 或是用這個 Somodynamic probability的這個概念去看的話 那你所得到的結論都是一樣 對於這樣的狀況來講 它總共會有六種的arrangement 就是它有六種排列的方式 好,那這六種的排列方式 當然指的就是這六種微觀的這個狀態 那它是針對 這個unique的這個聚觀的組成 它是針對哪一個組成 那就是針對這個 你有兩個黑球 兩個白球 排成一條線的這個組成 這就是所謂的聚觀的這個組成 所以我們剛剛所講的這個差料 我們剛剛所講的pi 那在這邊應該是多少呢 我現在既然知道 歐美加等於6 歐美加指的是這個 反正你總共有六種排列的方式 那pi的話可能就是指的其中的一種排列方式 所出現的機率 那應該是多少 那這個很明顯應該 理論上我假如這個狀況下 就是兩黑兩白 那排成一條線的這個情況下 那我所可能存在的排列的這個組合數目有六種 就是這六種可能性 那我請問大家 那這個 針對其中一種可能性 那出現的機會 或是出現的機率應該有多少 那這個機率就是我們所 剛剛所講的pi那個東西嘛 所以這個pi在這六種 這個組合下出現機率 理論上每一種出現機率應該都是一樣的嘛 所以這個不管對哪一種 對這個來講 對這個來講 那出現的機率在這邊來講 都是六分之一嘛 因為你全部的機率加起來要等於一嘛 那你有六種可能性 這個應該 這個排列組合你們全學的概念是這個樣子嘛 那這邊的這件事情 事實上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講機率裡面所講的 這個叫做等機率的這個原理 或者等機率的這個假設 那這個等機率原理 或者等機率假設指的是什麼事情 那指的就是這邊所講的這件東西 那我既然告訴你 針對於這個特定的這個聚關的組成來講 那它裡面所存在的這些arrangement 就是這些微觀的狀態 那事實上它應該都是equally possible的 就是它應該都是 它出現的機會應該都是 它出現的機會應該都是 那它裡面所存在的這些arrangement 均等的嘛 因為你理論上這個系統 我告訴你 它這個最後的聚關狀態是長成這樣子 那它的背後的這些可能性 那其中的每一種可能 應該它出現的機會應該都會一樣嘛 它不會有說 而特定哪一種出現的機會會比較多嘛 所以對這邊來講 兩黑兩白那排了一條線 那總共有六種可能性 那每一種可能性所出現的機會應該都是均等的嘛 所以它理論上應該每一種的幾率都是六分之一這麼多 那你加起來會等於這個一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對這邊的等級率的這個原理 那跟大家再重申一次 這是在我們講到統計熱烈學裡面 那你要把它當作是一個 這個 你要把它當作是它是 我們所認知會存在在 這個排列跟這個圍觀狀態裡面 那去評量說它出現的這個機會上 這個大原則是這樣 所以對這邊的這個情況來講 那這probability 就是我數學上所講的這個幾率 那對每一個arrangement 每一個這個圍觀狀態 那它應該都是等值的 那既然你總共有六種可能性嘛 所以每一個這個狀態出現的幾率就是六分之一 好那我從這邊 我就可以這個 看到這個主要的關係啦 從這邊那我只要就看到這個pi跟omega之間的關係 會長成這個樣子 那我既然告訴你omega是在一個特定的狀況下 那你圍觀狀態所出現的這個這個數目嘛 或者說你所存在的這個圍觀狀態的總數目 譬如說像這邊所講 你有六種的這種圍觀狀態 因為指的是有六種可能性 那當然對每一種可能性來講 它出現幾率 我們會依循這個等級率原理 來去這個假設它的話 那每一種可能性出現幾率都一樣 所以它的pi值應該就是六分之一嘛 所以這pi跟omega值 它有這個導數之間的關係 就你的這omega值是這個 所有的可能性的這個數目 那當然每一種可能性 它都是等值的 那所以對任何一種狀況來講 它的幾率就是這個導數嘛 就是omega分之一 那你這個pi 就是每一種幾率加起來 應該等於1嘛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 在等於1嘛 就是12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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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講完Omega跟PI的關係之後 我們會再另外講到Jibs的假設 Jibs的假設跟我們一開始講到波子門的假設 他講的都是同一件事情,他都是在統計熱力選擇裡面 我們試著把這個entropy跟機率的東西連結上關係 在波子門假設裡面,我們告訴你這個s等於k National Log Omega 就是把這個Omega是Simal Dynamic Probability跟entropy之間的關係把它寫上來 我們剛剛介紹到這個PI,指的是某個尾觀狀態I所出現的機率的部分 那這PI竟然跟Omega有關係嘛,所以理論上我這個entropy 我原本的s等於k National Logo Omega這個式子應該可以改寫成跟PI有關係的 那它大概會長成這個樣子 那這個怎麼來了,等一下我們可以稍微把它推導一下 好,那上面所寫的這些東西是指的這個 那個是為了要簡化這個系統 就是我們通常在這章節所學到的這些系統裡面 那我們把它當作是一個closed system 因為你不會希望有物質的流進跟流出嘛 那因為物質流進流出會讓你的系統變比較複雜一點 好,那除了closed system之外 那我們通常會把這個溫度跟這個能量 就是所謂的內能跟溫度,把它維持恆定 好,那當然這個內能溫度維持恆定的這件事情 這個是指的聚觀,就是我們所觀察到 我們可能就會覺得說它是一個closed的溫度跟closed的能量 就是closed的這個內能 那事實上這個溫度跟這個能量 或者是說你在講到所有這個東西 你剛才講到這個時候 在熱力學上不管講溫度、壓力或是能量 那你只要講它是constant 事實上在偽觀狀態裡面,它都不是constant 它都會 fluctuate,就是它都會有一些震盪 就像我們這個章節一開始所講到 我們講到說你有一個系統是一個恆溫或是恆壓 那事實上你隨著這個時間在不同的這個 不同的時間點,那你這個系統的這個溫度跟壓力 它都會有一些微幅的震盪 那只不過說它整個一個period of time 它是一個in average,是一個constant的這個情況 好,那我們通常在這個統計熱力學裡面 那我們所觀察的這個對象 或是你所考慮這個系統,那我們把它當作closed system 那原因就像剛剛所講到的是 避免這個物質流進流出 那造成這個系統上的一些 跟能量有關係的一些像變化太大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那溫度跟這個系統本身的能量 把它維持盡量在穩定的情況下 那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下的話 那你要考慮這個系統的entropy 你就只需要單獨去考慮說 譬如說這個系統裡面有多少例子 那它的一些排列跟組合情況就可以了 就單獨只是簡化這個系統而已 那這個系統通常它在這個章節裡面 這個統計熱力學裡面 我們用一個專用名詞去代表它 這個叫做canonical 這個insample 用這樣的一個字去代表它 那這個沒有特別的意思 只是在於說這個 在統計熱力學裡面 我們所要看的對象就是 就單純來自於像這邊所講的 這個pi 跟 omega 我們單純只是看這個粒子 或是組成系統這些分子 那它的存在的這個可能性 那你不要讓其他的一些外在因素去影響它 那你這樣會讓系統變得比較複雜而已 好那我們今天先上到這邊 了解十分一個等級去 對方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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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啦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